量子是一个农村出身的打工仔 从14岁开始就一直在城里打工 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 在老家还有一个大他20来岁的哥哥 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 量子和他媳妇都会回老家住上一段时间 与自己的哥嫂团聚团聚 这些年在外拼搏 量子除了卖力气挣些辛苦钱以外 并没有什么好的发展 于是今年他就跟媳妇合计着 不出去打工了 手家在地的做点小买卖 既不用太辛苦也不比打工差 弄不好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啥的 要说这事说来就是巧 量子两口子刚有了这个想法 就听说与他同村的刘铁柱 有一个小货厂要转手 于是他就到货厂那转悠了一番 对这个货厂的位置倒是很感兴趣 刘铁柱的这个货厂在一条县级公路的边上 而他的正对面就是县里投资开发的一个批发市场 每天早上这里是人山人海 各村各庄甚至连线的一些大小商户 都会到这个批发市场来进货 而到了逢年过节 那这里几乎每天都是集市 相当的热闹 一量子的想法 他打算把刘铁柱的货厂盘下来 在投些钱盖一个大的平价饭店 专供批发市场的商家和顾客吃饭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客源根本不用筹 绝对有好的商机 回家后 量子把自己的想法跟媳妇和哥哥一说 倒是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家人都觉得量子的想法可行 既然方向已经敲定 那么就差这货厂的转让权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 量子吃过早饭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 开着他那破车来到了刘铁柱的家里 然而 美市总会有人横插一杠 就在量子和刘铁柱 聊着货厂转让的事的时候 没想到 同村的马三也找上了刘铁柱 他也想盘下刘铁柱的货厂 这个马三可不是个善茬 他仗着自己的堂兄在县政府上班 一向是嚣张跋扈 那也算得上是村中一霸了 村民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他来到刘铁柱家里 一进门就毛毛愣愣地说道 柱子 听说你的货厂要卖呀 你也别费心了 你的货厂啊 搁买了 量子一向看不惯马三的为人 一听这话 直皱眉头 伸手拦下马三的话头 说道 你来晚了 我和柱子正谈这事呢 你快别跟我这瞎搅和了 马三一听量子的话 也是直皱眉头 平日里这同村的人 谁敢跟他这样说话 这长期在外打工的愣头青 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吗 于是 他很不屑地 绕着量子转了一圈 调侃地说道 哎哟喝 这是谁呀 这样跟我说话 口气还真不小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这货厂 我还就要定了 刘铁柱见势头不好 虽然他也讨厌马三的为人 不过 却也是不敢真的惹他 于是 打圆场说道 哎 行了行了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不至于伤了和气 这样吧 二位先回 今天晚上七点 咱们再谈 谁给的价高 货场就是谁的 今天清明 我还要去给我娘上坟呢 既然 既然刘铁柱下了逐客令 那么量子和马三 也就不敢再在人家家里吵了 于是就各自离开了 出了刘铁柱的家门 量子想起 自己也得去给爹娘上坟了 这几年自己在外打工 都是哥哥一个人去上坟 填坟 如今哥哥年纪大了 腿脚也不好使 今年自己在家 那就自己去给爹娘上坟吧 于是 他在小超市买了烧纸 纸钱 香火供品什么的来到了墓地 可到了这里之后 他就傻眼了 这墓地 他还是五年之前来过一次 如今又多了好多新坟 已经大变样了 这哪个才是自己父母的坟头啊 量子在坟地转悠了几圈之后 凭借着一点点的记忆 找到了一个小坟包 跪在坟前 烧了纸钱和供品之后 他便开车去县里采买东西去了 连近天黑之时 量子买了很多日用品 这才开车往家里干 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心事还没了 而且这事还不好办 量子一边开车 一边想着怎么对付马三 突然之间 车子居然自己熄火不走了 量子又尝试着打了几次火 可车子就是打不着 自己又不会修车 急得汗都下来了 这时天已经大黑 量子心里有些发毛 他下了车点了一根烟 掏出手机 发现居然一根信号都没有 这太奇怪了 平时就算在农田里 也不会没有信号啊 他抬头四下望了一下 夜幕之下 四周竟然都是一个个的小坟包 他的车居然在墓地附近抛锚了 量子吓得赶紧跳进车里 又尝试着打了几次火 依然没有打着 看着时间已经快七点了 量子心里又急又怕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好丢下车 硬着头皮绑村子的方向跑 那速度 放在比赛里 估计都能拿个第一了 这片墓地离村子其实并不远 也就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可量子拼了老命地跑 却怎么也跑不进村中 最后实在是跑不动了 一下瘫坐在了地上 靠着一个小土堆 不停地喘着粗气 直至此时 量子终于明白了 自己这是遇到鬼打墙了 恐怕自己再怎么跑 也是无济于事 只能等着天亮了 这货场的事啊 估计也是黄了 此时 量子的心里是又累又懊恼 慢慢地 他竟靠着小土堆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 阳光晃醒了睡在野外的量子 他睁开眼望了望四周 不禁又是一惊 自己昨天居然睡在坟地里了 而自己靠着的小土堆 竟然就是昨天自己找到的父母的坟头 量子晃了晃脑袋 慢慢地爬起身子 走向了自己的破车 坐进车里 点了一根烟 又尝试着给车打火 这一下 居然一次就打着了 他心里对于昨天的事情仍是心有余悸 于是开着车 一溜烟地跑到了家里 到了家里 见哥哥坐在凳子上 媳妇坐在炕头 正在生着闷气 这也不奇怪 一个大活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一宿 手机又打不通 他媳妇还以为他跑到哪里鬼混去了 量子将昨天晚上鬼打墙的事说了一遍 媳妇和哥哥都是一声叹息 看来这是天意呀 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 那个货厂已经以十五万的价格卖给马三了 这发财的梦又就此打破了 他大哥毕竟是上了个年纪的长者 听了量子的话心里觉得奇怪 怎么会好好的就遇到鬼打墙了呢 于是令量子带他去坟地里看看 顺便给父母上个坟 量子说 自己昨天已经给父母上过坟了 他大哥说 每年他都会亲自去 今年不去倒有些空落落的 于是量子带着大哥去了坟地 并指明了自己烧纸的坟头 大哥看了 一巴掌打在量子的脸上 大骂他不笑 连自己父母的坟头都不记得 怪不得会遇到怪事 量子烧过纸的坟头哪里是父母的 那是村里一个孤寡老人 孙麻子的坟 听了大哥的话 量子也是羞愧不已 不住地给爹娘道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下面咱们再来看看 买了货厂的马三 据说这个有手好闲的马三呢 是一改常态 买下货厂的第二天 就找来了施工队 他要在这块地上盖个猪场 可在施工的时候 发生了恐怖的事情 那天上午工人挖基地的时候 居然挖出了一堆白骨 马三见了这堆白骨 觉得非常的晦气 于是对着白骨 骂骂咧咧了很久 还找来了一个大麻袋 把白骨装进袋子里 扔进了垃圾桶 下午时分 他再到工地勘查 脚下一步留神 居然摔进了地基坑里 挖基师傅根本没看到 一挖下去 就干断了他一条胳膊 家里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工程也因此停了下来 后来马三出了院 工程再次启动 却是连连出现怪事 很不顺利 结果猪场还没建成 马三就扛不住了 他只好放弃了自己发财的梦 挂价十五万 要出售这块地皮 可他这前车之剑在这摆着 谁又敢花那冤枉钱 去买下这么一块 不干净的鞋地呢 亮子看着马三的遭遇 想想自己遇到的事情 不禁是暗暗庆幸 如果那天不是自己上错了坟 不是自己碰见了鬼打墙 失去了买地的机会 恐怕自己真的会 争下这块土地 那么倒霉的 会不会就是自己呢 想想都后怕 看来真该好好 谢谢这命运的鬼打墙 后来亮子又包下了 另外一块地方 开了自己理想中的饭店 生意还算兴隆 自那次清明之后 亮子每年清明 都会给自己的爹娘上坟 而且每次 都会顺便买些纸钱 供品 在那个无人打理的沽坟上 烧一烧 拜一拜 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佛光铸造全家 其如意 拜您永远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